而新陈香公所113年度 任养路灯活动也开始了 只要任养新陈香的路灯 公所会把路灯上面贴上 任养人的名字或者是公司航号 同时还会赠送秀泰影城电影票 任养一展换一张 欢迎大家可以踊跃来任养 现在下载后一台表示 凡是任养新陈香光明灯 公所将会拟任养路灯 贴上你的名字或是公司航号 欢迎踊跃任养路灯 点亮新陈香 欢迎订阅新陈香光明灯 并且制造花莲秀泰电影城兑换券 任养一展兑换一张 感谢秀泰影城廖志德的支持 自证电影票 在92年的时候 我担任乡长的时候 是花莲县的首创 当时很多人都会到 平时就好了 就传统以来 就是到庙里面去点光明灯 为了自己的前途光明 保佑身体健康 时事如意 所以去庙里面点光明灯 但是也有人觉得说 这个路灯 他如果来任养 请一项光明灯 可以照亮这个马路 给这些行人很安全 也是等于做善事的一款 也是点亮他人 照亮自己 所以这个那时候 就很多人 来任养这个叫光明灯 那廖志德的董事 是电影城的董事 他也是共襄盛级 所以他就说 如果愿意来点光明灯 一盏的 他愿意送一张电影票 今年就涨了 一千块 但是我这个钱不是重点 重点是要让大家 对公共领域的 公务灯之属 大家要爱护他 大家要爱护他 然后鼓励大家多做什么样 行善 多做公益的活动 这个才是主要的宗旨 今年度新年向光明灯养养方式 新年向台九线部分 每涨一千两百元 但任养方式 以区块为任养单位 如有重复 公所则是以先任养为优先 台北线以外线道的部分 每涨一千元 以每涨任养单位 经费用途 该年度入登 维护及电费费用 任养时间为一年 在奖励措施方面 由公所开立捐赠登收据 同列为个人综合所得税 列举扣除 不受金额限制 盈利失业单位 各级政府的捐赠 也可以列为当年度费用 以及捐失 不受金额限制 在汇还方式 可以用电费 ATM 或是亲自前往新城相公所 以及各纯充方式办理 记得中心想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